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韩前总统朴槿惠社会案将在周一27日冲起庭审,这是朴德律师团上月集体辞职后首次庭审,但由于朴槿惠居建公社辩护律师因此明日开庭可能缺席。 韩联社报道,上月16日朴槿惠的辩护律师团抗议延长朴在积压期限而集体辞职,庭审也因此暂停。 时隔42天后,南韩司法界消息26日透露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周一上午10时台湾时间上午9时将对朴槿惠社会案重启庭审。 报道指出,南韩当局虽为朴槿惠指定5名公社辩护律师,但因他拒见律师,朴槿惠可能会缺席明天开庭。 来自预警方面的消息指出,公社辩护律师曾二度试图与朴槿惠见面,但全部都被他拒绝。 根据韩国时报报道,不少朴槿惠的支持者至今仍有抗议活动,约3000人周六25日在首尔德受公前回武南韩国旗高呼停止政治报复释放朴槿惠。 他在 Cooling